第三波疫情 全港多个街市先后出现确诊 红磡和土瓜环街市 截至8月5日累计25宗个案 街市随时成为疫情下的 计时炸弹 港大微生物学系港座教授 袁桂勇表示 最大可能是有隐形病人进入街市 街市高危 不少市民都改去超市买菜 不过早前内地海关 在急冻进口虾的包装 验出新冠病毒 到底包装可以有多骯髒呢 我们在平日下午就来到超市 现在疫情加劇 我们看看人们来超市买菜的习惯 是不是也是一样 去了四间超市 发现人流一样无小度 市民买东西照样无避忌 人人摸完又摸, 选完又选 在人流多的位置 我们随机抽样 选择了有包装的薯片 急冬的牛丸和椰青 还有没有包装的罐装饮品和铲 进行细菌量测试 我们用这个样本的棒 掃的表面, 掃一个区域 摇晕之后放入测量机 结果冠状饮品有三 铲91 薯片包装93 急冻牛丸102 细菌量足足是冠状饮品的34倍 其实细菌和病毒有什么分别? 细菌是一个适当的环境 所以它可以自己繁殖和滋身 但是病毒始终需要特定的细胞 譬如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人类、动物的细胞 才能复制 现在区区都有这么大型的爆发 如果有隐形的病人 他接触到一些物件 然后就染污了他的表面 病毒就很容易透过呼吸道 传染给这个人 测试发现, 急冻牛丸细菌最多 现在不少市民都会买好急冻食品储存 那病毒是否最容易 在急冻包装上找到呢? 低温, 例如我说冰箱-20度 有个雪櫃四度 甚至是收温, 大概26度左右 病毒的存活性 比起高温, 即高于50度 是比较大 所以其实这些急冻的物品 买回家 最好是清洗才放在冰箱里面 否则放在冰箱里面 它会存活多久呢? 如果在一些培养剂里面 放在-20度, 甚至4度 其实那个病毒的存活 可以到大概一个月左右 所以在超市里面 这些地方最高矮 例如去到超级市场 手推车, 或者一些冻肉柜 譬如有门, 玻璃, 有柄柄 或者是有些外露出来的冻肉雪柜 那我们要很小心 有市民小心到 一到超市就戴定胶手套 那又是不是万无一失呢? 我自己觉得 戴手套有时会令自己 危机感冒那么强烈 但反而这个未必是对自己好 因为你戴着手套 你有机会到处摸 譬如摸你自己的钱包 摸你自己的腹袋 所以变成你的三副鞋物 都很容易因为这样碰到 你的手套, 尖有上面的骚髒物或柄 非常时期 去街市和超市都要戴好口罩 除此之外, 还要记住防疫四招 这段时间, 我自己觉得 无论你在湿街市或超级市场 尽可能你买的菜是有包装的 会比较稳定 不要买一些散烧烧的菜 譬如鸡蛋、蔬果 这些其实我也不建议 冬肉的, 最好买一些有包装的 会比较稳定 因为你避免了有其他人触碰 这些散烧的物件 可能会沾有一些病毒 不过就算有包装 也不代表安全 不代表软, 也要清洗 例如是塑膠袋, 变硬了 我们可以拿到水喉水 用稀色的肽碱水或肽液 洗或浸 通常浸几分钟就已经可以了 或者抹 另一种方法就是 用超毒的湿纸去抹 抹干净表面, 也可以 散装冻肉或海鲜 不可以用肽碱水洗, 可以怎样呢 用清水水喉水 去沖洗它, 然后放好它 最终这些食物我们会煮熟 用100度 当你煮熟食物的时候 病毒如果真的这么幸运 停留在那里 也应该已经死了 至于水果, 洗完也不够 吃之前要这样处理 和一些食物让大家趁热 曼水是 coming 我既然可以用上香液 它后面是全体的水 可以接受在一路下 所以你也不会会用上香液 所以我可以用上香液 可是这些农片要用上香液 这些农片要用来 然后就可以做些ling 所以说不出一点 放過東西的環保袋 用酒精噴霧來消毒的話 有機會噴得不均勻 所以最好就是用 稀釋了的番茄水來清洗 有研究顯示病毒存活的時間 不鏽鋼、塑膠、聚長四天 紙幣、玻璃兩天 衣物、木材一天 刺紙、紙漿少過三小時 這段時間 不少市民用多了電子貨幣 或者信用卡 專家特別為信用卡進行病毒傳染力測試 其實這個測試 跟普遍的測試有什麼分別? 普遍的測試其實是測量病毒的基因 問題是活的病毒和死的病毒 裡面的基因含量都差不多 我們的測試看看有多少感染力的病毒 我們將病毒感染細胞 越多細胞死了 代表活的病毒是越多的 測試要在專門實驗室處理 將信用卡展開 然後將同類型的冠狀病毒 加入培養劑 放進信用卡 在24小時和48小時後取出樣本 藍色部分是細胞 透明的斑點 就是病毒殺死細胞的區域 結果又是怎樣呢? 結果顯示 如果我們放十微星 裡面包含了500萬的PFU的活病毒 24小時後,即是一天 它的活病毒 其實還有60萬左右 即是跌了10倍 如果再多等24小時 去到48小時後 活病毒的含量 有1萬個PFU 48小時後 透明斑點少了很多 但沒有完全消失 代表病毒仍然有傳染力 有外國專家建議 如果買回來的物品 不急著用的話 可以放在一邊 72小時後 再拿出來吃或用 那就沒有病毒了 是否真的? 其實放在一邊是不可靠的 因為放在一邊 就有交叉感染的風險 最安全的辦法就是 如果我們買一些物件回來 徹底去消毒 才將這個物件放好